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说到古天乐,大家脑海里最先蹦出来的应该是那个洒脱不羁的杨过。 古天乐凭借俊俏的外表以及亮眼的演技,一下子让全国人民都记住了。 甚至有不少女生认为一件杨过物中身只是和古天乐版。 作为神雕大侠的他,在电视剧当中历经成长蜕变,成为一个为国为民的真正的大侠,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的他,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? 最近有网友又爆出三条有关于古天乐的消息,基本上都是照顾这个照顾那个,说起来受到他照顾的人真的是数不胜数了,他人也太好了吧。 59岁香港演员李建仁,曾是周星驰喜剧电影御用配角,如花。 7月爆出中风消息,原来他去年9月,就又半身瘫痪,不能言语,在香港休养。 最近他在微博分享近况,透露在妻子和家人的细心照顾下,复原情况良好,自己很努力,在复健也接受中医,语言治疗和物理治疗,并特别感谢香港富商刘鸾雄,太太甘迪和古天乐,出钱出力帮助他。 香港绿夜网曾伟泉佐传出肺癌病史消息,一直照顾他的前妹妹,塞瑟连玉未回应。 后来终于在曾伟泉好友郑静基的YT频道现生证时,曾伟泉于2020年11月12号星期四的早上,在我跟我家人与好朋友陪伴下,已经安详地离开了我们。 享年59岁,他回到天主的怀抱,得到永生,再没有痛苦了。 萨萨也在影片中感激医护人员对曾伟泉的照顾,以及古天乐、郑静基、陈伟、郑静基、欧瑞伟等演艺圈好友帮忙。 罗兰无儿、无女孤苦伶精,古天乐承诺会照顾罗兰的后半生。 他也是罗兰的干儿子,平时经常去看望罗兰。 每年过春节,古天乐也会抽空陪他吃饭,还把自己的私人电话给了罗兰,让他有事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。 86岁鬼后罗兰独自一人去医院安排生后事。 每次祖国大陆有难第一时间捐钱,生后将遗体捐赠香港大学做研究。 一生不婚无儿无女,幸得古天乐一直照顾余生。 除了最近的这几个消息,此前传出他不遗余力地照顾佟圈前辈的消息,也是一个接着一个。 此前,TVB资深媒体人汪曼玲在社交网公开了自己和TVB明星卢海鹏的合照。 卢海鹏今年已经77岁了,年轻的时候,他是内地歌舞团的团长。 后来才辗转到香港,去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,在TVB中也算小有成就,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。 经更是获得人人一生尊称,彭哥。 彭哥今年77岁了,身上大小毛病不断,前段时间才刚去医院,动了一场大手术。 前前后后,花了近20万元。 没想到的是,这20万元,竟然是古天乐出的。 蓝结英去世后,丧事无人办理,连亲戚都躲得远远的,是古天乐第一个站出来表态说。 蓝结英,是香港演艺界的一份子,他会帮助处理蓝结英的一切后事,给他办一个,体面的葬礼。 TVB老气谷,曾伟全肺癌离世,一生无妻无子,利益主把遗产,交给古天乐继续建小学。 更不用提他,捐助学校这样的好事。 有网友说之前,看到报道的时候,是69所,刚查了一下到,今年总共捐了123所了。 他真的是,人帅心善还低调。 这么些年来,古天乐在内陆,又或者是在港台地区做的善事。 虽然没有大肆宣扬,但是大家,偏偏就知道,正是因为他做的,实在是太多了,想不知道都难。 在今年的疫情期间,他给香港收入低的演员发钱。 古天乐大概就是,天使一样的存在吧。 当之无愧的偶像,就是跟任何人battle粉丝都不去的那种。 现在很多明星,都会做慈善,大多是孤名教育。 像古天乐这样,默默做了几十年慈善的人,还真不多。 感觉他生活中,也是神雕大侠本侠了,也许神雕大侠对他来说,也是一种情义解。 真大侠无疑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